医疗器械创业公司RxFunction完成新一轮融资3986614美元 为脚部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提供可穿戴的下肢感觉神经甲体 帮助改善因感觉周围神经病而出现平衡问题的患者的平衡和步态 根据归新社的报道 生物技术孵化器Viradian Therapeutics完成新一轮融资2700万美元 建立新创业公司的投资组合 发现能够改变疾病的新分子 减少疾病的临床和经济负担并改善患者的生活 建立虚拟的药物并发现创业公司 追求以产品为中心的药物发现假设 Viradian还研发出了一种方法 利用经过验证的科学发现 快速有效地发现差异化新分子的平台 圣迪亚哥生物技术公司Mokler Assemblies 完成新一轮融资279万5386美元 致力于开发一种革命性的煤醋DNA合成技术 能够为工业合成生物学个性化治疗 精确诊断以及最终的信息存储 纳米技术等新产品提供动力 受自然界的启发 公司专有的DNA合成方法旨在可靠 经济且可持续地生产长序列高质量特定序列的DNA 投资者包括安杰伦科技公司等 硅谷媒体科技公司4D Replay 完成新一轮融资699,931美元 创建高级的四维视频 致力于为各种专业体育电影和活动 带来多角度亮点 提供前所未有的观看体验 10月2号 加州伯克利公司Alternity完成新一轮融资290万美元 是Clickhouse的领先服务提供商 10月2号 华盛顿州的创业公司Leader完成新一轮融资362万5千美元 开发第一款专门用于在组织的各个级别培养领导者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 图数据库平台Neo4J完成新一轮融资2999,987美元 通过揭示人员、流程、位置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帮助组织理解其数据 这种以连接为先的方法 为处理人工智能、欺诈检测、实时建议和主数据的应用程序提供动力 2020年10月2号 西亚图地产科技创业公司BlueJ Labs完成新一轮融资 147万5千美元 开发在线平台ShowDix 使租房者更轻松、更有趣地搜索和显示房地产 能够快速便捷地进入他们的潜在房屋 当地房地产经纪人处理 按需显示和状况报告 我们爱幸福的家园和幸福的方客